建由文银传播到金门 所以在8号这一天接到了金门通报的首例 经过检验确诊 虽然不是人畜共通的传染病 不过现在金门生鲜牛肉也禁止梳台 并且强化传机的消毒 而这也是我国首例牛结结诊的案例 师傅展现刀工薄切温体牛肉 这个温体牛就是从金门空运来台的纯种黄牛 是老涛的最爱 但金门8号传出确诊首例牛结结诊 因此现在开始金门生鲜牛肉禁止梳台 牛的身上部门一粒粒疹子 脚上背部甚至尾巴都有 这就是感染牛结结诊的牛脂 牛结结诊是透过文银传播 不会传人 动物里也只会传牛 牛结结诊2015到2016年 在沙鲁里阿拉伯 2017年在俄罗斯 2019年8月在大陆新疆发生疫情 今年6月扩散到福建 台湾现在也出现首例 金门防疫所已经完成了 23头发病牛脂扑杀 同时完成案场周边半径3公里内 47场牛场临床检查 没有发现可疑案例 今天就会把生鲜的部分把它禁掉 这个船的部分我们一定要经过 彻底的一个把文银杀掉的 这样的一个步骤 避免疫情扩散 除了禁止金门活体牛书台 也禁止生鲜猪肉书台 牛肉干和熟肉则是没有禁止 另外从金门抵达台湾的船 和飞机都要强化消毒 扑灭船破疫病的文银 记者李俊龙 姚立强 王一仲 金门报道